为了提供市民一处安全的机车考照练习场所 新美市政府交通局特别规划在永和区环河东路四段旁的高摊地 设置了练习场 希望让民众有练习机车的空间 也借此减少路上发生意外的几率 新美市的市区土地寸土寸金 市民考机车驾照时少了适当的练习场地 如果贸然在道路上练习 不但很危险 也可能对其他用路人造成生命的威胁 因此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供了一块空间 比较现行公路监理机关机车的考照场地 让民众可以放心练习 因为新北市涉及的机车 有230几万辆将近240万辆 可是实际上在新北这边的机车更多 我们估计可能有超过300万辆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借着这样一个机车的驾驶练习场能够让真正想要学 要考驾照的人他有正确的基本的观念 而且知道什么是机车安全驾驶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机车的一个交通的安全 然后避免不必要的一些事故 因为很多家长反应还有警察 交通局的警员反应 常常处理巷弄 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在旁边 教他们的孩子或弟弟妹妹在骑摩托车 常常发生差状 那么这个时候造势责任谁要负 当然没有驾照的这个机车骑士要负责任 然后就延伸了很多的问题 后来反应我就要求这个交通局造局长 他很高兴来积极的面对这些问题 来解决这些问题 更何况以后50cc的也要考照 宽敞的空间不但划设了相关的标线 未来也计划提供给监理机关 作为现场考驾照使用 让在地的居民不用再往返路途较远的监理站 场地从11月27号起开放 新北市交通局欢迎民众 可以多加利用 中佳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